什么是霉菌性鼻窦炎 徐大道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副主任医师 那么霉菌性鼻窦炎呢 其实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鼻窦炎 霉菌性鼻窦炎它就是因为霉菌的感染 也可能是我们长期用抗菌素的不当 那过度的使用抗菌素 造成了核菌的感染 引起的这个霉菌性鼻窦炎 霉菌性鼻窦炎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病人会出现半个头的头痛 那么霉菌性鼻窦炎 有的非常厉害的霉菌性鼻窦炎 可能会出现这个对身体生命的危险 那么这个要引起大家的一个关注 特别是毛霉菌感染 那么有时候呢症状非常重大 那么大部分的霉菌性鼻窦炎呢 它可能是造成一侧都是单侧性的 或者是一侧整体的单痘或者单侧的鼻窦的发炎 它都是痘口堵塞引起的 它里边有霉菌的团块堵塞 那么这种霉菌的鼻窦炎的治疗方法呢 主要还是通畅引流 所说把它的痘腔打开 把霉菌团块清出来 然后要改善鼻腔的环境 用我们烫酸清纳 然后使鼻腔里造成一种碱性的环境 让这个霉菌呢不能在里边生长 那么通畅引流 那么进行冲洗 那这个霉菌性鼻窦炎的治疗效果 还是非常好的 专家提示 一霉菌性鼻窦炎是最常见的一种鼻窦炎 是因为霉菌的感染 也可能是长期不当的使用抗菌素造成的霉菌感染 它不仅引起头痛 甚至威胁生命 二 它的治疗是非常重要 就是手术把鼻窦打开 取出霉菌的团块阻塞 改善鼻腔环境 通畅引流